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Ea 我們現在來打文龍一族的遷移計畫 炎普的地獄集齁 那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也是第一次復刻而已 所以其實嚴格來講他才出現第二次這樣子 好 那這邊一樣帶大家用福音戰士 然後也是全EVA配置來通關齁 第一關這邊是還不用太擔心啦 就看你自己有沒有想洗技能 我是覺得不用洗 所以我直接轉走 好 來接著第二關 第二關是不能手消到火 那這邊我們就是避開火就好 你可以去疊同步率 OK 那第三關你就當做是來拖你時間的吧 這邊就是要消到武康 對 而且他也會這樣黏斧給你 那消到武康他才會自己扣血 這個也是蠻麻煩的一個東西這樣子 對 那等一下 第一回合是我運氣好了 他等一下如果黏斧在中間 那個就真的很麻煩了 他現在還是黏在邊邊 我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就突然黏在中間 這個都很不好說 你只要轉隊武康他就會扣血 這樣他沒有轉隊他就 原地不動 好 對 這樣就黏在中間了 那我們這邊開一隻祖勳 這樣子12344康幫你排好了 我們只要想辦法再弄1康就好 沒有 已經5康了 OK 這樣就好 好 來 接著這邊我們開這個 然後直接先弄2康出來 好 那2康之後我們就是再去製造3康就好了 1 2 3 4 好 OK 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怪聲 我的貓又在拆房子了 好 接著開真理 去武士那個黏斧 然後就一樣轉到武康就好了 1 2 3 4 欸 我沒有轉到武康 好 這樣子 1 2 3 4 5 1 2 4 5 OK 來 然後下一關 手銷泉水盾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先等一回合 等真士跳起來 好 來 那就直接把變身開下去 好 這樣就手銷到泉水了 因為他都已經賣牌好了 OK 好 接著這邊的話 欸 你可以再把另一隻變身開下去 因為他這邊是火禁銷 他可以弄這樣子 你也沒有辦法轉 好 阿 不然開靈波也OK 或者祖勳 祖勳你就是要賭 要不然就是13號 其實都可以 解法很多 好 來 下一關是會瘋化 照理來說會瘋化 但是因為我這邊全部都是神族的珠子 所以他沒有瘋化到我 對 那這邊是暗鼠以外的防禦 會只剩下10%的攻擊 但是沒關係 真士會追打 好 來 再來是 手銷隨機 這邊的話就一樣 就是 看他給你多少 你就去轉多少 轉個直行自身法 像這邊四康嘛 好 我多轉一康了 對不起 這邊是你轉的時候 他才會顯示 所以就是 自己稍微去 精準的判斷一下 好 OK 來 接著是 無視減傷 然後他會讓你 5回合攻擊零化 那這邊的話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就是 你也可以去 累積 累積同步率 然後讓他那個 AT立場一直恢復 這樣子就 比較沒有壓力 好 我們轉大圈一點 好 只要讓 只要讓AT立場恢復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然其實我們 血量也是有高過去 所以都 還好 對 對 好 他就等他 5回合慢慢過 我們這邊可以再開這個 然後來恢復 左邊的已經到了 那看你右邊 要不要也去弄一下 也 OK 好 來 這樣子他就幫你恢復 AT立場 那我們這邊也剩 最後一回合了 好 來 接著我們開祖勳 因為他這邊有燃燒 所以我們能盡量避免 就盡量避免 其實可以留第二隻真士 王一再變身 這也是一個方法 接著拼圖盾這邊剛好 暴走到那個 技衣 那這樣就可以直接無視掉了 我們就直接轉 好 OK 以上 福音戰士全EVA配置通關 給大家做參考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